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火龙果 随着气温继续的下降 尤其是在北方基本上都会下雪了 那么南方的气温也有几度以下了 这时养殖的火龙果苗 我们就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才能避免出现冻害的现象 当气温下降到3度的时候 火龙果苗基本上都会停止生长 严重的话就会出现冻害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像竹签 把它插到盆土里面 然后就使用一把稻草 从这一节给它绑住 还要准备这些已经剪的一小段一小段的稻草 再给它使用这些稻草 之前我们先把盆土里面给它 上一次有机肥也就是羊粪 这些羊粪它的肥力比较温和 而且它各种营养元素也是非常全面的 尤其是腐质剂有质剂非常全面 那么我们再给它使用的时候 就是浅埋的方式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浅埋到盆土里面 因为羊粪它的能量比较高 我们给它浅埋也能抵消一些寒冷 吸了肥之后就用这把稻草 直接把它这样子把它撑起来 把这个小苗给覆盖住 就算它下雪 这些雪也不能直接接触到小苗 除了保护好新苗之外 我们也要保护好根部 根部是非常关键的 根部的话就先用这些被剪断的稻草 直接把它铺到花盆盆土表面 只要把它的根保护好了 开穿的时候 它的生长速度就非常快 蓝芽也非常快 如果根部保护不好 出现冻伤 那么这个新苗也是无法生长的 这也是一个护根的方法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